碩士論文風波 雪球越滾越大 李梅珍被控抄襲 喬委會委員長 同政員的文章 週刊加碼爆料 高達96%的業術比例 雷同北大碩士生雷正如 在2000年7月出版的論文 蔡總統的論文 現在也是疑於滿天飛 要檢驗的話應該是一視同仁 而不是分什麼大總統還是小市長 如果蔡總統回應了 我一定會按照他的標準回應 青少活縣把論文戰場 從高雄市府拉到總統府 子彈飛到蔡總統前 民進黨先擋下 倫敦政經學校校方 都有正式的駁斥跟聲明 還有證明 還要提醒國民黨候選人勇敢面對 從黨中央發動攻勢 要李梅珍再把話交代清楚 只是這一來一往間 連很少對個案發言的教育部都聲明 如借或檢舉將依法定程序處理 而向來保持中立的學界中山大學也介入 表示已經成立委員會進入學術倫理審查機制 若屬實將撤銷李梅珍的畢業資格和學位 這一次這樣子的狀況鋪天蓋地 我終於知道韓國瑜市長的心情 跟許崑源為什麼從17樓跳下去 本來只是港都對戰 隨著論文風暴滾雪球 從民進黨大學到教育部 國家級的圍剿力道一次衝著李梅珍來 高雄市長這一戰吃盡苦頭 記者李梅珍威文宣台北高雄報導